第326集 好事 李火旺看着那血水中79颗杨寿丹 心中久久不能平静 他把这杨寿丹给我是什么意思 也许是他想让李火旺吃下这些杨寿丹 又或者是想解释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这个问题注定没有答案 因为这任肖已经死了 而且死的不能再死了 手中长剑指着面前这具尸体 李火旺顿了一会儿后 他手起箭落 把这人销的尸体整个打卸八块 以免他再次动弹 随后他弯腰 把那79颗杨寿丹放进葫芦里后 扭头对着那些下呆的老人说 别停 继续走 老人们看起来很辛苦 但是之前这些家伙令人作呕的举动 让此刻的李火旺 一点都没有尊老挨幼的意思 要不是他一个人搬不了这么多孩子 他早一见一个给刺死了 在他们缓慢挪动下 李火旺等人渐渐离开了洞穴 不过就在从洞内刚出来之后 李火旺在这昏暗的地界开始翻着起来 他要以绝后患 对方既然之前想用婴孩练丹 那么他肯定是有什么丹方或者功法 不把那些东西摧毁掉 李火旺实在不放心 生怕等他走后又有别的人宵顾忌成师 找着找着 李火旺意外的有了新的收获 就比如说一个西瓜大小的炼丹炉 这东西放在一个巨大炼丹炉的旁边 炉子旁边还有不少的鹰桶尸海 看起来 这人宵在这里拿着大的炼丹炉来炼丹 只是他跟丹阳子不同的是 他炼丹之前要先脱骨 看着那小炼丹炉 李火旺忽然想起来 自己当初还从丹阳子身上学到一项技能 炼丹 有了这些东西 那些早已经用干净的丹药 也可以得到补充了 紧接着 李火旺还在这溶洞之中 找到一些用古怪文字写的书籍 也许这些是人宵用的文字 李火旺也不知道 其中有没有用孩童炼丹的丹方 统统一把火给烧了 各种翻炒之后 当一块灰白色的石板出现在他面前时 李火旺往脸上露出了一丝古怪 天书 又是天书 这东西到底是从哪来的 怎么哪都有 他捧着手中沉甸甸的天书 心中思考着这个问题 莫非之前的仁宵拿鹰铜炼丹的丹方 就是这上面而来的 他仔细地看了看 结果发现 这天书跟当初丹阳子的天书一模一样 半个字都不太差的 依然是一本劝人向善的佛经 莫非你知道 这东西是什么吗 李火旺看向这边偷望的红中 红中面带神秘地笑了笑 一边轻摇着脑袋一边说 不知道 不知道 李火旺出手一抛 把这天书扔进冰冷的地下河水中 这一幕看得红中顿时急了 你这是怎么这样 这东西说不定是好宝贝呢 赶紧捡捡捡来 既然是好宝贝 那你自己捞去吧 李火旺说完 抱起地上哇哇大哭的孩子 上了之前进来的小船 船很小 再加上是溺水行舟 硬是运了好几趟 才把所有人送上了岸 当李火旺带着一群老幼 回到河水县 整个县城轰的一声炸了 李火旺此刻的模样 极其的害人恐怖 然而大家的注意力 都集中在那些呼喊的孩子身上 丢孩子的人家 永远是冲到最前面的 找到孩子的 对着李火旺就是一顿跪拜 而没有找到的 就只能悲痛摊在地上 大声嚎哭 楼支县带着一众人 就要给李火旺行大礼 多谢大人啊 大人就是沧水县的大恩人啊 别忙着行礼 事情还没完呢 随后李火旺把那些老人的事情 跟楼支县说了一遍 什么 这么说 那些老人是邪碎的共犯 楼支县看着那些老人 顿时大受震撼 他之前还以为 这些人是大人救下来的呢 李火旺看着那些 站在原地惶恐不安的老人 如果依照大良律 以他们做的事情 会有什么下场 哼 李当车烈 楼支县的眼神 变得异常的冷漠 这就无马分尸了 未免有小儿戏了吧 再说了 他们年纪都这么大了 要不换成砍脑来吧 楼支县罕见的反驳 大人这说的是什么话 人犯罪 跟其年龄有何关系 丁是丁 卯是卯 假若因为年岁 轻饶了他们 那些黄泉之下的婴儿 岂非死得更远 李火旺仔细地琢磨琢磨 对着楼支县拱了拱手 楼支县说得不错 那你忙吧 我走了 楼支县连忙拉住李火旺 大人 大人 大人为何如此匆忙 还望给下官一个机会 给大人接风洗尘 看了一眼身上的破烂衣服 还有那些血迹 李火旺点了点头 行 两天没睡了 我去歇会 劳烦支县大人 帮我做几件衣裳 李火旺回到客栈 几乎是倒头就睡 浑身的剧痛都压不住 那巨大的疲惫 不知道过了多久 咕咕咕的肚子叫了起来 李火旺是被恶醒的 他揉了揉眼睛 看向窗外依然是白天 只是不知道是哪天的白天 哎 老师 你睡了一天一夜了 那个当官的之前 还过来看你 瞧见你在睡觉啊 就回去了 李火旺看了一眼 笑呵呵的和尚 你好像很高兴啊 嘿嘿嘿 那当然高兴啊 咱做好事了呀 而且是天大的好事 做好事 难道就不应该高兴吗 嘿嘿嘿 应该 应该 李火旺敷衍地说着 忍着疼疼就坐了起来 把身上腥臭的衣服脱下 换上旁边凳子上的新衣裳 楼支县很显然用心了 这新衣裳明显是按照 李火旺身上的穿着做出来的 一样的暗红 一样的道袍 并且他不止做了一件 而是让裁缝足足 做了五件一模一样的 楼支县有心了 李火旺一边穿着衣服 一边说着 穿完 他就向着后院走去 准备加马车离开了 不然我说到啥 那当官的还要请你吃饭呢 你不去啊 不去了 浪费时间 既然麻烦处理完了 那就赶紧回引令去 这一路上可不尽 对于现在的李火旺来说 别的什么都是虚的 就在他来到后院马棚的时候 对着是愣住了 自己的马车被洗得干干净净 车轱辘一点泥都没有 拉车的马身上毛发都顺得很 明显是被专门输过 各种山货腊肉 把马车都围了起来 而馒头趴在山货中间 啃着一根大骨头 馒头见头回来了 顿时兴奋的跑过来 不断的摇着尾巴 几天不见 他看起来胖了一圈 看着这些 和尚再次笑了 他对着李火旺说 嘿嘿嘿 大师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好人有好报吧 嘿嘿嘿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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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